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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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宇宙实际的能交流的是意识方面的模型 并不是物质的东西交流 但是本质上意识和物质是一个东西 像叫心无意源 是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假设这两个东西的话 那就是说实际上是意识在交流 并不是肉体在交流 比如说 你还不懂的意识和肉体 在佛学里面 意识和肉体都是幻境 佛学的那个心不是指的这个意识 佛学的心指的是真空 指的是法性 指的是佛如来本性 佛学的心不是指的意识 耶耳鼻舌生意 包括六根 这六根是忘境幻境 这个不真实 我指的是阿赖原始的那个意思 那个 就说你是学为时 我不知道 是 我一般不出为时的角度 我怕你就是现在这七十六十七十这些 这些就是角度里面不进 你那个学习方法里面有 我介绍了 只是说大家可以里面有概念 但是我不出为时的角度讲 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阿赖原始的那个词 不是我们第六词的那个词 那我们的这个心是不是就是阿赖原始的 心不是 心是不可说的 心是你破均所有像以后流向的东西 所有像以后 当你 你现在是 不管你任何 你 耶耳鼻舌生意六根 就是或者是 以巴士的角度 就要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库房里面的东西 信息也罢 波也罢 能量也罢 你叫它什么都 就是 包括叫它种子也行 阿赖原始你说有种子啊 什么这些 你不管叫任何东西 或者是 你把它叫做一个文字概念 都是有像 它所有的像 不在你的头脑 法像不在你的头脑 形成的时候 那种东西就是 就是 是不是就跟你的道合照非常造好 不可说的那个 是什么意思的 也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流 但是这个 就是你现在见闻觉知 认知或者任何文字概念里 破解这些东西 一是 你留下人类 而且那个东西一直在这 只是你如果是着相的时候 你看不到它 你见不到它 那个才是你修正的基础 基点啊 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我们的本心啊 你本来就是 佛一定要安住在这个地基 这就是地基 要安住在这个地基上去盖楼的 你的果就是 那这个都 但是你怎么安住在这个东西上 你怎么知道 那我安住在了 安住还是没安住 因为你还是用虚妄的心来去观想 是不是 你只需要不断地去破解 所有的想 如如不动 从这个开始安住 就是所有的外境 困扰你的所有的一切 在困扰你的时候 你先不动 先不要动 身心不动 对 对 以这个来安住的 安住在本源上 就是说 既然所有的一切 你能先知道的 所有的一切 感受到的所有的 都是虚妄的 都是像的话 不管你能从头脑里边 那些意识里边去了解的 文字啊 概念啊 那些东西 都是虚妄的话 那你还没什么要动呢 它被它转了 你这个建议作为支点 就是作为一个支点 然后你就安住在那 哦 这只是虚妄 我说这是虚妄 然后我就不要动 以这开始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 一步一步去政叹 我同意的建议 但这个是根部建议 根部建议 第一是我们是佛 第二呢 在成佛以前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能回到本源去 不能成道呢 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 我们住在这个像 认这个像 是你 认这个六个六十 就是眼耳鼻声声音是你呀 现在呢 就是说 能接受这个眼耳鼻声声音呢 不是我 就是我现在呢 就是认为 我身体里面 可以是两个系统 就是一个石肉体的 我认定它不是我 我觉得我自己 里面有个石 是我 但是我还 到现在为止呢 因为没有证表了 我还不知道 那个心究竟是个什么 是 但是呢 显然除了这个 眼耳鼻声声音 你看这个你 那佛心在哪呢 因为佛说 如果说这个是假的 它是相对说法 如果说我们 眼耳鼻声声音是假的 那肯定佛心是真的咯 那既然假的 都能呈现出一个像来 为什么佛心就不能说呢 它为什么就呈现不出一个东西 给我们看看呢 既然是 既然是这样的啊 你看 从概念里面 真的就是看不到的 真 真的只能平心去感双 我就说 假的都能摸到啊 假的 平时我们说 一个正 平时我们如果是有 有概念说 真一直假一直 从我们普通人的认知 角度说 真的假的 那真的更应该看见 怎么会干不见呢 除非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 就是假的就是真的 这就是佛学里面 后面空就是色了 假的就是真的 知道吧 这个假的 就是全部 全是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真心的实现 所有的一切 就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佛的实现 包括三切大切世界 全是你 这才是真的 三切大切世界 全是你 是你执着了这个杯子 看不见了 袋子 执着了袋子 看不见了这个盒子 执着了这个盒子 看不见了那个桶 是因为你着笑 所以看不见真的 真的一直在这 而且无处不由啊 在一个小草上 在一只微尘里面 垃圾堆里 包括那个树叶 包括这个人 这个人所有众生身上 真的就在你 全是你 我知道杨老师 您讲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可以这样一些 嗯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椅子 就当这个椅子了 其实这个椅子 完全可以是 它的本质 跟桌子的本质是一样的 OK 本质 本性空啊 本质爱 所有的东西 在本质上都是佛 都是空性的 这个空性 不是说假 不是虚妄的 这个空性就是指得 你的真心 你的本来面 就是真的 并不是说 现在你用意念去理解 我相信你说 这个凳子 跟这个桌子 包括这个杯子 三个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么你会再说 那说你在现象上 你把它们分成了三个不一样 是吧 你先有个不一样的 在形状上不一样吧 现象上不一样吧 它有一个本质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用头脑来听法 就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会把它分开说 现象是不一样的 本质上它们都是空的 就像冰包 冰块 还有水 还有空气 或者是什么水蒸气 你说它们在三个在现象上 是不一样的 但是可以转化 本质上都是水 或者是什么 不是 比这个还好理解的 比这三个转化起来更难吧 这个凳子转化起来 这个杯子 可能有难度 是吧 所以这样子理解呢 理解佛法 永远是一种理解 真的是很难搞通的 跟难道 它们怎么相对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除非我们现代物理学 就把它分析分析 分析到叠子 分析原子 最后分析到说 任何物质都是一种波动 波动 波动说 最后到了空了 就学弄的波动 但在佛学里面 这都是叫分析空 这不是我们实证的境界 你知道为什么实证的境界 实证的境界是什么 看过去 脑子里 这三个 这已经是三个像了 凳子的像 桌子的像 杯子的像 你头脑里别在生法像 你对它的认知 你有很多角度的 所以这个杯子 之所以称为杯子 并不是它本身叫杯子 是因为你的心 它才叫杯子 你看过来 并不是说眼睛只是看的 它成像是你的分别和觉知 就是你的心决定的 就是你看过来 你说 这杯子 红色的 泥的 我看过 然后你脑子里 有一系列的 对它的分析和认知 你看过来说 太阳光光线射到它 然后射到你的眼睛里 然后呢 然后你的心就开始折腾了 你说 红色的 这个 招了茶水 叫茶杯 而且我知道 这个叫 陶器 陶这个是 什么泥土做的 这个 就是 什么 哪个 在哪儿烧的 你还甚至说 哪儿曾经是去过 这个 烧制这个 陶土的这个厂 或者是 如果你懂得 这个杯子的 那你一系列的 对这个杯子的 茶杯的定义 就出现了 然后你就定义 有一个 红色的 杯子 红色的 杯子在哪儿 所有这一切定义 它之所以 所以这个杯子 才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而且有些都是 我们共同的人 有些是你 你个别的认知 你认为它好 或者不好 我认为它好或者不好 那是我们个别认知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是吧 但是这个是 红色的是我们来公认的 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 它不是定论吗 假如这儿 站着一只狗 这只狗 看过来 太阳光照射狗 狗没看过这杯子 而且狗这么高 它是仰式的 它对杯子的大小的定义 都跟你不疼 对 因为它仰式杯子可能是 一般高一般低的 它可能是这样倾斜度看的 或者是它的眼睛看过来 这是蓝色 反光不一样 然后呢 它不认为这里边是 它认为是个 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 而且这边高 这边低 因为它的角度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它可能把它认为是个勺子 然后它说 嗯 那儿放着一个勺吧 勺子 然后你认为是个茶杯 你是人力 它是一个畜生力 那么你们俩的生命角度不一样 所以对这个杯子完全呈现出了不一样 就说 不是你们俩认为这个杯子出现了不一样 是这个杯子 在宇宙里边就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命用 这个杯子就不同了 这根本就不是杯子 这它那是个勺子 那么之所以这个杯子出现 是因为有你在这 之所以勺子出现 是因为有它在那 所以所有的一切 都与你的心有关 是不是 我认可 所以万物没有定向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实相 就是说 三界六道当中 都认可的一种状态 没有这样的状态 你想想怎么可能 否则就不叫三界六道 它就不可能分成三界六道 这因为众生认知的不同 定义的不同 所以那是 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他会看到夜里不同 因为不同的夜里 所以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所以 所以为什么在 这个恶鬼道众生六道里面 恶鬼道众生看到水 就是看到了羊液 它喝不到嘛 因为它饥渴嘛 它有夜暴 它的这夜暴里面 就是终生喝不到 吃不到 不起来饥渴 那么它看到水 你喝水 但是它看到是羊液 就像那个 开阳蒸发上 公路上那种 摇曳冒起来 所以它喝不到 那这是恶鬼道 那龙呢 看过来这个水呢 是它的 房子 人家看到里面是房子 看到水的时候 那是他住的地方 是空气 龙不认为那是水 所以不同的东西 在众生的眼中 是不同的 因为夜暴不同 所以它的眼睛 看过去就是那样 所以任何眼天也 会也佛也 看过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定向 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定向 所以佛说它才虚妄 说的一切是因为你而出现的 所以它虚妄 因为所有的东西 与我们的业力有 与你的 看过去那个心 怎么思维分别有关 所以都是虚妄 就是说 实际上同一个东西 就是三界六到三 只是我们执着 只是我们执着 所以你执着了人力的看法 所以在人道漂泊 他执着了狗道的看法 在狗道漂泊 都在流浪而已 所以不能解脱轮回 就着想了 所以既然 这三个像都是假的 其实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真的 假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 你怎么把这三个像破掉 你知道吧 你说它们三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 它在现象上也是不一样的 在现象上 你是没有办法给任何一个东西 真的下定义的 这就破掉了 你不可能给杯子下个定义 也不可能桌子下个定义 也不可能 如果你把它叫凳子 叫桌子 叫杯子 那你已经执着了 其实人力已经在人道了 你不可能说是怎么样 他们三个怎么能一样呢 大小组 制别什么 颜色都不一样 怎么能一样呢 怎么能把三个能在本质上给转化了呢 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定义 都是空性的世界而已 因为与你的心有关 你的心是空性 佛性 真心 你的真心就是真空 就是四空不二的 你那个心就是佛 那个心不是一时 也不是什么七时八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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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心 也就是说 你说万法为心的那个心 那个心是 空性啊 那最后 这颗心是不是跟 宇宙的万物都在一起了 最后正的是不是就是 没有宇宙万物 怎么可能 有心跟宇宙万物 合在一起呢 叫什么 哪个到底哪个真哪个假 真的怎么能够 跟假的合在一起呢 你不是宇宙万物是假的吗 那些从这修的吗 那您说就是这个 只有一个心在那儿 这就是修正 这就是修正 如果有一个是真的 其他的先从假的开始 其他都是假的 嗯 其他假的 我这样说 是让你知道 那些假的不要在意 不要被他所动 既然是假的 就为什么 包括你能知能觉 能听能闻 所以这个意识都是假的 你能听闻的是假的 能看到的是假的 能这些功能都是假的 包括什么神通啊 这些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喜欢的 先从这样开始 先从这样来破 执着它才真 对 嗯 这个假只是说 修行的一个方便 因为我们执着了 所以叫假 知道吧 所以佛这样讲法是 因为我们没办法 我们在三个角度说法嘛 不是真就是假 这是大家的认知理论嘛 不是真的 就是假的 或者非真非假 搞邪恶了 还不是我真假来 更快一点 这些当时虚幻的 那剩下呢 你那个真的 就是佛 只有佛是真的 剩下都是假相 嗯 这样先破嘛 所有的相机来假 我只是告诉你 你说这个假 你直接在头脑里说 它是假的 那怎么能假了 是在在在在 你喝水又它 你吃饭又它 怎么能是假的呢 哦 你刚才我这样跟你讲 就是说 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比如说 狗看它是这样 你看它是这样 猫看它是那样 龙看它是那样 哦 原来它是没有定下的 那我执着认为 它就是这样的 这个有点错 既然这个东西 根本就没办法 固定它是个什么 那肯定是假的了 我说这个杯子是假的 那人家叫勺子呢 你肯定这边 就没有个杯子了 这还不是假的吗 如果那个 那个东西说 那个小狗说 这就是勺子跟你搅 跟你搅 说勺子那有杯子 杯子就没有 然后你说 有杯子那有勺子 勺子就没有 那你们俩都错了 那说明 众生业理不同 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是 没有定下的话 那说明它是个 它成勺子也八 成方成圆 成大成小 都是众生的 忘心分别而已 都是你自己的心 乱看乱分别而已 没有你的乱看乱分别 它啥也不是 它啥也不叫 我们头脑里边一直 难道我们谈论 你认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认为你有一个肉体 一二笔舌尺 也认为你从苏州 是吧 有这样四空距离 来到了狗中海 来到这样子 有这些东西 还不是个像吗 跟这个杯子有啥区别呢 世界空间 所有的一切都是个像 都叫像 都叫执着 都是执着 都是执着 都是从人力角度上认知的 对对对 在其他角度不这样认知 所以它不是定论 但是你现在是要出人道的 你要站在六道的角度外看问题的 或是站在六道外看问题 它是圆满的 它不是在的人道一道 我给你讲 它跟你交流这个杯子是红的 它只是为了我们交流方便 说话能勾通嘛 那我说这勺子 你肯定说这老是怪怪的 是吧 为了勾通 但是它也告诉你 其他道中心可不是这样看的 你其他道中心来了 你跟他 他说勺子你就让他算了 就说勺子 因为他就是认为勺子嘛 所以佛是站在六道之外 了知众生所有众生的心量 他知道你怎么认问题的 他知道你空在哪里 所以他就憋了不同的法门之道名字 都是让你从这些幻境里面解脱出来 不再执着这些静相 静静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对某一段 比如说杯子 英国人说CAP 我们中国人说杯子 然后还有俄罗斯人说 一个是其他东西 可能互相都听不懂 那是概念的 结果佛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大家都认可 这是很值得的东西 这不会也不是 但是我们同龄还是有 大家都知道是合成的 虽然是我名字叫 起了个不 张三礼师王武造略 起了名字不同 概念不同 你这样是佛说的 也不行 佛说的 因为你是老大 我听你的吧 我们没你知识 也很不 是吧 这个佛说法不是以老大自称的 我就是对的 你们就是错的 然后呢 他也会导演你说 我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吗 我不是告诉你 我是六道主人 不这样看吗 所以他叫虚望嘛 他虚望是因为他出现 是因为你的心造成的吗 还有因为我们众生 大家有公投的业力造成的吗 就是这样子 因为她没有人 我心里能看到你 你便能看到我 这一个人是不个人 那一个人 你不过来